佛教的五路财神级,黄财神,白财神,红财神,黑财神,绿财神。 黄财神,因为他肤色为黄色,故称为黄财神。 黄财神一面二臂,度大身小,双手有力,右手持摩尼宝珠,左手轻抓口吐珠宝的兔宝鼠。 黄财神曾经侍卫菩萨,后来释迦摩尼如来主黄财神皈依佛法,注意一切贫苦众生,救度一切众生于贫困。 黄色为土,所以黄财神罪宜中原。 白财神,他身色如雪,一头二臂,三圆木,合月慈祥,橘红色犬发,右手持宝磅阳屋虞空,左手捉兔宝鼠,左斜三叉杖,头戴宝冠,身披彩带。 天衣绸群,坐在碧龙背上。 他能汇聚一切财神之功德,能救度饥饿中的众生之苦。 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化身,因为他的做骑士龙,所以又称骑龙步路金刚。 他能平息灾难,增添财富。 白色为金,所以白财神主西方。 红财神,他的肤色是红色,所以被叫做红财神,他一面二臂,三只眼睛,以各种宝物为是,头戴五福冠。 所以叫做红财神。 他是掌管爱情,招聚贵人,圆满祈愿,能招聚人,财,十等诸授用自在富寥之功德。 如果向他求世间财富,亦可满足。 红色为火,红财神主南方。 黑财神,是五方佛里面的东方金刚不动佛,红发黑肤,三目元征。 他能降服消除怨敌,魔敌,能够驱除所有厄运纠缠,并使一切善愿都能心想事成圆满无碍。 他是东方佛里的金刚不动佛,黑财神是五色财神中失财利即见效的财神,所以人们也称他为财神王。 黑色为水,所以黑财神主北方。 绿财神,肤色是绿色,故称为绿财神。 他一头二臂三目,头戴五佛宝观,上梯彩带天衣绸裙,骑着绿色的神马右脚伸坐脚取,立于宝座莲花上。 是东方不动佛之化身,他受释迦牟尼佛嘱咐,为一切贫苦众生转大法轮。 绿财神是西方无量光明佛,为了利益众生脱离穷苦而化现的,因肤色是绿色,故称为绿财神。 绿财神是一位非常利益事业的财神与护法神。 绿色为目,所以绿财神主东方。 我们来听听武财神神。 我们来听听武财神。 我们来听听武财神。 我们来听武财神。 武财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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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